雕刻且拿起噴槍 清潔石頭表面 養起不少粉塵 石雕師傅們的工作環境就是這樣 地板上級桌上 到處都是一片雪白 但長期吸入這些粉塵 恐怕病從口入 高雄這名50歲男子 從事石雕工作超過40年 但這一兩年來 常會咳嗽胸痛 喉嚨偶爾會卡東西的不舒服感 直到最近 更是直接吐出一顆白色石頭 像這樣白白的 很像是石頭狀的霧 這是石道樓管的內視鏡畫面 左上角一塊 像是白色石頭的沉積物 就長在了他的體內 看到這樣子白色蓋化物質呢 病人再加上 他本身的一個工作的關係 所以就診斷是一個 沉肺症的一個病人 這些蓋化物研判是這名男子 從事石雕工作 又不習慣戴上口罩 長期吸入粉塵 鎖沉積 罹患 沉肺症而不自知 才會順著石道從嘴裡吐出來 那他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他後來產生了一個樓管 他就是從綜隔腔 那些蓋化的一些沉積的石頭 會從他的那個樓管的地方 然後從石到 他咳嗽的時候就會咳出來 除了石雕師傅 磨石 或是裝潢工 都是容易吸入粉塵的勞動者 工作時務必戴好口罩 否則罹患成肺症 病發肺癌的風險 可是平常人的八倍之多